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许多年前有一位汤普森老师 在他五年级的班上 有着一位邋遢上课不专心的小男孩 叫做泰迪史豆达 汤普森老师总是用一支粗粗的红笔 在泰迪的考卷上打个大叉 然后在考卷上写上不及格这个字 心里对于这个学生始终没有好感 直到有一天 汤普森老师检阅每一个孩子的学习记录 他对泰迪以前的老师的评语感到十分惊讶 一年级的老师说 泰迪是个聪明的孩子 永远带着笑容 也很有礼貌 他让周围的人都很快乐 二年级的老师说 泰迪是个优秀的学生 同学们都喜欢他 但是他的母亲患了绝症 他在家中的生活一定很难过 三年级的老师说 他母亲的故事给他很大的打击 但他很努力地表现 不过他的父亲不太关心 如果不采取措施 他的家庭生活很快就会影响到他的学习 四年级老师说 泰迪一开始退缩 对上学没有兴趣 他没有什么朋友 有时上课还会睡觉 在看完这些评语后 汤普森老师才明白了问题所在 他不禁感到十分羞愧 在圣诞节时 他收到了许多学生准备的精美圣诞礼物 上面有着美丽的缎带跟鲜艳的包装纸 但泰迪的礼物 却只是用杂货店的牛皮纸笨拙的包装起来 许多学生开始嘲笑泰迪 当汤普森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开心地打开了泰迪的礼物 那是一条甲钻手链 上面还缺了几颗甲宝石 另外还有一瓶只剩下四分之一的香水 汤普森老师立刻把手链带了起来 不断地惊呼 手链是如此的漂亮 并洒了一些香水在手腕上 那一天放学后 泰迪留了下来 开心地对老师说 老师你今天闻起来就像我妈妈一样呢 等泰迪走后 老师整整哭了一个多小时 从那天起 他开始特别关心以及鼓励泰迪 而泰迪也越来越进步 到了学年末 泰迪成了班上表现最好的孩子 也成了他最喜欢的学生 一年后 汤普森老师收到了泰迪写来的信 上面说 汤普森老师是他一生中遇到最好的老师 过了六年 汤普森老师又收到一张泰迪写来的信 他说他已经高中毕业了 成绩是全班第三名 而汤普森老师仍然是他一生中遇到最好的老师 又过了四年 汤普森老师又收到了泰迪的信 泰迪说 学校的生活有时很艰难 但他仍然坚持下去 不久的将来 他将获得学校最高的荣誉学位 他也再一次告诉老师 他仍然是他这一生 遇到最好并且最喜爱的老师 很快的四年又过了 又来了一封信 这一次泰迪告诉老师 他在毕业后 继续攻读了更高的学位 他也在信中再次提到 汤普森老师仍然是他一生中遇到最好最喜爱的老师 而在这封信的署名上 也多了泰迪史道达医学博士这几个字 故事还没结束 在某年的春天又来了一封信 泰迪说他遇到了真命天女将要结婚了 他也告知老师父亲几年前过世的消息 他希望老师可以参加他的婚礼 并且在婚礼上坐在属于新郎母亲的位置 汤普森老师答应泰迪的心愿 并戴上了泰迪当年送的甲钻手链 还撒上了相同的香水 在他们互相拥抱时 泰迪悄悄地在老师的耳边说 老师谢谢你相信我 谢谢你让我觉得我自己很重要 让我相信我有能力去做改变 老师不禁热泪盈眶 轻轻地告诉泰迪 不泰迪是你教导我 一直到我遇见你 我才明白教育到底是什么 该说谢谢的是我才对 在听完这个故事后 大家有没有想到心目中所怀念的老师呢 不妨就在教师节这天 拿起你的电话 跟你九位联络的老师 说声你对他的感谢吧 现在我们休息一下 等等跟Zozo一起自助旅行 看看诗在英文中有哪些用法 千万别走开哦